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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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出来比对了一下 发现这个声音的相似度非常高 于是我就在9月19号召开记者会 痛斥屏东县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发言人 希望潘梦安能够站出来给交代 不到两个小时 这时候屏东县政府坦诚其事 那么黄建佳请辞下谈 可是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件事情 为什么一个年轻人 黄建佳非常的年轻 这么年轻的一个所谓的局处的首长 那么在盼望重用的一个幕僚 他却能够完全无视于所谓国家文官体制 在内部的会议当中 这么嚣张的践踏文官 践踏公务人员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民进党现在政府有没有检讨 他提供了一个环境 让这些所谓的为民进党敢冲锋 敢当打手的人 那么给予高官厚辱 这个时候鼓励了许多像黄建佳这样的人 那么再回头去看 不远的时候有谁呢 就是张天青 张天青在所谓的促转会里面 召开了一个内部的会议 这内部会议里面 他自成自己是东厂 而且还沾沾得意认为说 他执行这个东厂的所谓的一个 写低子的任务 他能够去清算政敌 能够去封侯去打击侯友宜 以此为所谓的沾沾得意 拿着转型正义作为借口 但是是实施清算政敌的 实际的一个丑恶的一个工作 可是张天青却觉得非常的得意 当然事情爆发之后 张天青也下台了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不管是张天青的下台 或者是黄建佳的下台 他都有一个共同点 这共同点是什么 就是都有内部的人 他实际上亲自在现场的人 他看不下去了 他的正义感驱动了自己 认为说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忍受 所以在张天青的东厂小组会议当中 有吴佩隆 那么他勇于担当吹哨者 他把整个会议录音了下来 并且公租于媒体 那么引起了外界的一个极大的监督 这个时候民进党政府 才会挥刀砍了张公公的脑袋 摘掉他的乌沙帽叫他下台 如果没有吴佩隆这样的吹哨者 请问大家 张天青内部的东厂会议 谁会知道 你不会知道 我不会知道 没有人知道 这个时候他的所有的一些 不法滥权的事情 就会持续进行 同样的我们来看到 把镜头看到了屏东县政府 要不是有这一位所谓的公务员 他在内部会议当中 他看不下去黄建佳的 所谓的嚣张的一个情势 他站出来把录音带提供出来 虽然他没有像吴佩隆这样子 他愿意把自己直接曝光在阳光之下 但是他提出录音的这个动作 跟这一件事情 其实就已经十足的需要勇气了 而我们今天台湾面临到的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像吴佩隆 以及像这个屏东县政府内部 这位公务员 他能够勇于担当所谓的制衡 非法不当跟滥权力量的前锋 因为在政府内部的滥权事宜 现在在外界是不得而知的 只有靠政府内部的吹哨者 他才能够站出来去捍卫 台湾的民主发展 同时我也要告诉大家 按照公务人员的法令 其实公务员对于内部长官不法的命令 他是有许多的义务的 第一个义务是什么 他必须要直接的报告 什么叫报告 就是去纠正主官官署 说你这件事是不该的 公务员必须有报告的义务 第二个是什么 如果长官执意 要去行使一些非法滥权的事情的话 公务员必须要求他的长官 以书面下达命令 如果长官拒绝用书面下达命令的话 你可以视为这个命令被撤回 而第三个更重要 如果涉及刑事不法的话 公务员有责任跟有义务 必须直接拒绝这个命令 所以在现在我们来看到 政府体制当中 目前台湾的情形 其实文官公务员 以及政府内部参与的人 他已经变成了 我们今天要挽救台湾民主 不受所谓的权力嚣张的执政者 破坏跟践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把关者跟守门人 我们需要更多的吴佩隆 我们也需要更多 向屏东县政府 这位有勇气提供 录音的公务人员 只有你们站出来 今天台湾民主 才能够获得保证 珍爱台湾 让人民过好日子 我是罗志强 我在无色觉醒 中文字幕志愿者 請三十五份计划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